蝦棗是潮州一种传统的食物 非常香口 基本上吃完一粒就会喜欢它 还会忍不住口不停吃下去 很可惜它的工序是出名的繁复 今次准备介绍大家用最简单的方法 同样可以做到口感和味道和传统的做法差不多的蝦棗给大家 它的材料包含蝦肉、马蹄、肥猪肉、芫草果、蒜蓉、木薯粉、盐、糖、鱼露、胡椒粉和麻油 我会用到这个急冻蝦 清洗完它拼干水 撕壳就可以搅拌了 我以前会用新鲜的蝦 要逐个逐个逐个去撕腸、拍扁 剁烂才能成为蝦膠 我觉得工序太繁复了 所以我用这个搅拌机来搅拌它 秘诀就是用机搅拌的时候不要搅拌得太碎 有得它有部分的蝦肉少少搅拌不烂 就会有手搅拌的口感 至于肥猪肉我会切一粒才搅拌 因为肥猪肉的纤维就比较密 切了粒才搅拌均匀 相反没有那么容易搅拌均匀 所以大家要注意切一切粒才搅拌 至于芫荽 我只会用芫荽款的部分 把它切粒 让芫荽的香气 至于芫荽 我建议大家用去皮的芫荽 不需要做那么多工序 如果在街市找不到 要用有皮的芫荽 可以用水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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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沖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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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馬蹄的醬汁豐富,就剁多幾刀 不然,直接用攪拌機去攪拌,也能做到效果 因為這次只有五粒,所以就不用攪拌機了 直接用刀剁 所有材料準備好,我會開始調味和攪拌的部分 調味料是有鹽、糖、魚露、胡椒粉、麻油 然後我會把蝦膠放在一起,同一方向攪拌 先把蝦膠拌均勻,才會加入其他配料 調味的部分已經攪拌後,可以加入配料 把蒜蓉、豬膏、芫荽莓、馬蹄全部攪拌均勻 這樣就完成了 基本上這些所有材料都可以用攪拌機去攪碎 除了芫荽款要切一切粒 我會用刀刮去幫忙把材料一次過攪拌均勻 就不會浪費材料 以防貼盤 現在可以開始攪拌均勻 最重要是攪拌均勻,這樣就完成了 現在已經攪拌均勻 大家可以看回效果 大家可以看回效果 就是這樣 就可以開始去做定型的部分了 其實在定型之前,我喜歡把它分開一個個大小差不多 因為你分開了它,炸的時間大家可以更容易控制 而且外觀也會好看很多 大家可以注意到蝦棗的尺寸 要比一般大家吃的圓圓更大 因為它比較多材料 大顆少許就可以吃完豐富的口感 我會把尺寸的重量定27g 所以它會用1.5g做標準 如果你說大小差幾個、2.3g 都沒關係 但不建議大家做太小顆 如果大家不想做分開一個磅重的動作 其實就可以用瓷筋 炸之前用瓷筋去炸 或者直接像擠魚蛋一樣 但會比較頻軟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用磅重的工序 但如果大家不喜歡的 或者大家有信心的 直接擠完炸也可以 現在真的可以開始做這個定型了 其實什麼叫定型呢 其實只不過是把它修圓 這麼簡單 我會用到這個手套 還有用少許麻油 以防貼手 我會把那個盤鋪一層保鮮紙 以防貼底 可以把材料全部用盡 不會浪費 搓完定型這個部分已經完成了 我們可以開始去炸蝦棗 炸的時候要注意什麼呢 首先一定要用這個熱油落鑊 我會把每一個都分開一點 讓它有空間 因為當它熟 它會慢慢膨脹 膨脹了就很容易黏在一起 分開一點就沒那麼容易黏 而且我會全程都用中火 千萬不要用大火 因為很容易焦 小火就不夠力的 炸的時候 要等它一段時間才去攪散它 因為為什麼要攪散它呢 要攪散它 攪散它 就可以解決那個問題 黏底的問題 可以解決到 讓它每一個表面都可以炸得透 想分享回今次 我用了這個有學的虎蝦 急凍虎蝦 如果大家說 未必附近沒有這一隻 你可以去超級市場買一隻 叫做南美的對白蝦 它也是急凍的蝦 有用過它來做 效果也不錯 這個蝦棗炸3-4分鐘 就可以炸熟了 最主要是炸到脹起了 還有是金黃色 這樣就完成了 這次方便炸 我把蝦棗分三轉 每次八個 這樣放 這樣就可以很肯定 它那個時間 都是差不多 容易控制一點 那個炸的時間 基本上你都是 不用不停地攪拌 你攪拌它一兩次 你覺得它鬆開了 可以炸到均勻 這樣就可以了 炸到現在 你看到它已經 浮了上面 其實就差不多了 你撈起來看看 它現在是金黃色 就完全叫做完成了 現在用油 就可以吃了 潮州人喜歡這個蝦棗 配吉油 吉油的味道 就是甜甜酸酸的 很配蝦棗 你可以去九龍城的街市買到 如果你說 我真的不想走出去九龍城 特別去買一支吉油 你可以去超市買那隻 泰式雞醬 那個味道也挺配的 也不錯的 很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這個潮州的蝦棗 喜歡的朋友記得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我要開餐了 拜拜